您呢,在不当政协委员以后呢,您一直在批评北京的一些政策 那么你用您的话说,中共治国最近出了一些偏差 那么我现在想请你问问,你能不能把他们的一些偏差给大家说一说 哪些问题你认为中共治国出了偏差 我一直都那个反复去看那个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他其中提到中国要警惕,主要防止左 我们都知道这个邓小平南巡的故事 那是在1989年以后的那个背景 这个北京的领导人呢,担心自己的这个政权的危机 开始了这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全面的一个收缩 对啊,开始这个收缩 然后邓小平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啊,跑到南边去啊,这个 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就是随不改革 随下台,对啊,随下台 那么那个,那么可不可以理解这个贸易战啊,是什么,应该是这个类似于 川普啊,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你邓小平,你习近平不改革我,你啊,你习近平要下台 有这么严重吗?啊,川大爷这个老中医,专职各种不服 对啊,你感觉他有这种这个邓小平的这种,有这个意味 我觉得有这个意味,有这个意味,嗯,因为这个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 中央高层好像看不到职业力量 看不到职业力量,嗯,所以说一定要借用一个超级的力量 嗯,来 摆回这样一种 这个逆转之时,如果说回到92年,如果说邓小平不发生 好像也没有办法,嗯,嗯,在国内的情况下也看不到办法 所以说,等于是邓小平南巡了之后,我们都看到就是说 啊,整个的这个 左转的态势被遏制了,呃,可以这么说吗?嗯,还,嗯,嗯,好像大家是有,有这么一个体会,嗯,嗯,有这么一个体会,但结构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呢,那种方向趋势上有变化,有变化,嗯,趋势上有变化,嗯,这个里头呢,就是,刚有两个点我想到,第一个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哈,嗯,讲的 那个就是,呃,啊,陈天庸那个讲法,陈天庸,嗯,没有,没有贸易战,嗯,也,也都要绝望了,这个就是没有贸易战的时候呢,中国经济政治已经是波涛汹涌,这他的话,就是你国进民退,嗯,完了以后呢,各各种那个外资的撤离,是吧,民族主义,是吧,我的看法下,国家主义情绪,是吧,暴涨,嗯,啊,就是 蛮横,也是不懂事,啊,那在这个情况下,看不到未来,那么,贸易战,又是雪上加霜,为什么雪上,因为你看到了要以牙还牙嘛,嗯,那肯定就雪上加霜的,没有好预期,嗯,那么,呃, G20之后,那是,双方交手,互相测了测,是吧,嗯,搞清楚了,搞清楚了,那么,呃,如果说难听一点,好像是有一方递了响表,是吧,嗯,但是呢,我认为是这个,是好事情,是好事情,是好事情,嗯,他对谁好了,嗯,不,对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对中国股民,美国股民,都是大利好,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经济,美国经济,都是大利好, 但是中国人民好不好,中国人民怎么看这个事情,哈哈,这是我们得,对对,做一个,做一个盖洛普调查,中国人民怎么看,嗯,所以这个,好不好,那,我们不知道,就是我,我说的从经济面上,就是从经济面上,对两国政府,两国人民,都是好事情,嗯,从经济面上,嗯,政治方面,长期的角度,我们,可能待会还要谈到,是吧,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啊,对, 南巡这个事情,嗯,邓南巡,这里头,我节外生枝提一下,嗯,很多人把这个,呃,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成长,和这个六四遮压连接一起,嗯,嗯,这纯属张管理代,嗯,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六四之后,他是全面收紧,对,是,两年经济大倒退,嗯,嗯,是,国际社会全面制裁,对,对不对,嗯,而南巡,带来什么,打开这个制裁,嗯,嗯,对不对,让这个制裁一下一下一下取掉,最后,把最后一个待遇, 给了中国,是吧,永久最后一个待遇,完了之后,又让中国进WTO,这些东西,嗯,跟六四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六四是,实际上他是需要面对,要克服,要解释的一件事情,是吧,对不对,我是觉得这里头有张管理代的东西,那当然也是,呃,有人有意无意的在,搞,搞这种,浑水摸鱼啊,浑水摸鱼,搞乱这个事情,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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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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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也看到美国也急了 你这种倒行凝石下去 可能 你要 给世界提供你的方案 把我们放到哪去 对不对 当然这个我倒觉得过滤了 过滤了它是国内的喧嚣 国内的喧嚣 对 对内的 对外的有多大影响我不知道 这块不多说 容易引起争执 对 刚才你提到 就是说贸易战之前的 这个国际民退 这个 自满情绪的 增长 这个做大 做强国企 等一系列的这些外资 李嘉诚我们上次谈 我们谈过李嘉诚被吓跑 等等这些因素呢 导致陈天庸说就是即使没有贸易战 中国经济也没有希望啊 中国经济没有希望 那么再加上这个川普上来以后 他一算账啊 中国这个赚他的便宜太多啊 这样的话呢就开始对中国开始 嗯 发起了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啊 贸易战 那么这个贸易战呢 这个类似于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雄的一个功效 南雄的功效就是说让中国从这个封闭啊 倒退啊 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呢 实际上南雄还有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啊 这个我不知道啊 就是跟政治上的观点啊 有没有多大观点 就是这个政治上的倒退 有没有多少观点 因为啊 现在中国的这个习近平啊 上来以后呢 他除了经济上这个倒退之外呢 政治上这种倒退啊 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个这种倒退啊 这个因素对国际社会判断 中共或者这个贸易战之间觉得有关联系吗 嗯 贸易战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中间突然有风转向的感觉 就一开始是贸易问题 嗯 突然好像变成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这个话题出来了 嗯 对吧 但是像彭斯的那个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 我看到最后他是要他期望不高呀 就回到邓氏改革上他就满意了 对嗯 对吧 他是对这个 他好像表面看是一个习文一样 嗯 从中美关系历来我们一直是对中国好的 我们老是被辜负的 嗯嗯啊 这是他的一个立场和角度阐述 那个咱们不说这个嗯 但是呢我看到最后 他落的期待并不高啊 对这个跟邓耀平也是一样 邓耀平南巡就是你要你江泽民你朋友 都回到我邓耀平的路向上来 嗯嗯 那么彭斯和这个川普这两个人做的所有的努力 嗯 也是让你回到邓耀平的路向上去 对所以打政治战甚至军制动作 也最后就说你回到这个嘛 嗯 你跟邓耀平当时这个南巡之后 我的印象很深的 中央是军委扩大会议先传达南巡讲话 嗯 之后才是那个中央全会 但是看得很清楚啊 嗯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南巡的之后呢 啊江泽民比较乖啊 嗯 马上发现到为问题不对 就开始组织学习啊 开始玩回 因为确实是将那个邓耀平说过啊 啊这个随不改革随下台 嗯 而且呢这个傅高义啊 这本书里头啊 对对对 还提过 就是说邓耀平在这个南边的时候 搞过一个军人参加的这个秘密会议 嗯 嗯啊 杨白斌杨尚坤刘华钦二阳是这些军人在里面参加 就是 有可能邓耀平 在面对随不改革随下台这个问题发出没有产生效果之后呢 习近平不排除用这个军事的这种力量啊来来让他走人的这种可能性啊 这个是在啊 因为杨白斌已经出了已经公开出来说了我们要保驾护航 这当时的新闻联播底下游游飞字幕 对啊就一直在刷了好几个月整天是保抗那个保驾护航啊保驾护航嘛军队改革 所以说江泽民所以说江泽民啊李鹏比较乖啊虽然内心不太愿意啊 这个最终还是回到了邓耀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上就来了啊包括后来的这个啊加入WTO 从而呢啊解除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以及带来中国经济的这个起飞啊是这么一个故事 对啊那么呢这个 这次可以说是邓耀平救了救了一次共产党啊可以这么说是吧 南勋救了一次共产党那么现在就是说啊现在我们的话题谈的就是川普这个贸易战要救了共产党 那么这个现在我就问就是说 中国如果接受了 按照您说啊 如果接受了 贸易谈判这个协议 那么中国的这些问题会不会解决 这个才是他能救共产党 他如果都解决了那么真的救了共产党他如果解决不了的话那么还是救不了 是这样就是我我我可能对这个 南勋是不是救了共产党 我是打一个问号 因为我们看到有这个朝鲜体制在 就是 不改革好像也很稳固 对啊 就是这个里头当然变数非常多 但是南勋肯定带来了一个好处 就是让 这个 党国的这个财力 很充盈了 官员们好过 当然了人民也好过了一些 这个是 看得到的 有财富的这个创造效应这是确定无疑的 那是是不是救了共产党这个 各有各的说法 像托克威尔在法国革命里头 讲法是吧 那可能就是大家日子过好了可能问题还出来了 但是我倒不认为跟经济 关系很大 就说 党国稳定不稳定 跟 跟在这个党国之下经济发展不发展 我认为关系不大 跟大家的看法和预期有关 如果在封闭的这种信息环境下 大家也许就是说全世界人都在受苦 就我们过得还好 那个也是很稳定的 因为它是个信息封闭环境 那现在这是开放环境的话 党国是不是就更稳定了呢 我觉得好像维稳成本很高 所以不排除 就是 另外一种 如果说 以牙还牙 打下去打出个自力更生来 呃 那也许 从梦恒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那是 其实 这个 川普 干了一件事情 这是 像戴小平那样的 你随不改革随下台 那么就是习近平下台 最后弄不好是这种结果 就最坏的结果啊 是习近平下台 就是他 他不像那个 习和 就是他不像 邓和 江那个关系 那是立竿见影的 对 川普这可能会有两种 但会让他难受 对 一种就是说 真的打出了个闭关锁国怎么处理 对 习近平不见得下台 但是呢 这个中国会倒退很多 倒退很多 而且呢 未见的就不稳固 未见的不稳固 对 北朝鲜化 如果是朝鲜化呢 所以 那但是你 就说你如果说你是救 救的是党 他救的是 哪种形态的 那是形态的党 那我们看三代表党 可能就 就变 变转型了 是吧 变成什么样的 那现在这个结局 我们不用讨论那种情况了 就是我认为是不用讨论了 从那个G20会议之后 我们不用讨论那个情况 打出个闭关锁国来 这个情况不用讨论了 那么现在就是 可以考量 就是全面接受川普的一个要求 会出现什么结果 对 你像这个 三个零 零关税零补贴 这个 零密垒 这个好得不得了 这个好得不得了 这个要做起来 这个对中国经济 对世界经济是大理好 要做得到的话 另外一个结构性改革 这是一个硬东西 结构性改革可能是一个新东西 就是说WTO里没有实现的 我现在要是釜底抽薪 让你去做 那 党国的形态 应该是有一个大的变化 质变 对 国家资本主义那块 可能就要被干掉了 你是不是太乐观了 如果说这个结构性改革 能能可核查的实现的话 不是 现在是能核查的东西 告诉你 不是结构性改革 是知识产权的警方 对 所以我就说 咱们假设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 这个习近平已经答应了吗 答应了就要落实了 我们假定他能落实的话 会是什么样 WTO也答应了 就是不落实 现在就是美国是不是也有 记取了这个经验教训 我如何去落实呢 当年没有太在意吧 现在真的一个大的一个点 就是落实的机制 大家从媒体报道都会 就是因为美国知道 共产党说了不算数 你数数吧 西战17条 香港一国两制 2001年WTO 这都是有历史记录的 就是这个你履行承诺的 这个信誉不佳 那么这次则遇到了一个谈判老手 把你当成小人 逼着你成为君子 这次乃诺 乃特希泽 他就想方设法 要保证这个怎么样的履行 因为这个纳瓦罗 这个对中国批评最的厉害 他说他们不会遵守 他们说的东西的 所以说美国现在想方设法 要保证他来履行这个落言 这是一个啊 这是现在的艰难之处 那么我呢 今天我们这个讨论呢 就是你既然就是说 觉得这个贸易战 对中共有调评难寻之效的话 那么就还是回到陈天庸的 那个悲观论的一些东西来讨论 那么在这个贸易战之前 外资或者是企业 贸易战的企业应该加速在撤出中国 是吧 李嘉诚的这个为李成碑的一个事件 那么这个中美达成贸易协议 可不可以阻止外资撤出中国 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达成协议的话呢 应该这个外资撤出中国 他原因很多 原因很多 我觉得呢 在相当程度上呢 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土地 和这个劳工成本 已经到了一个比较 您这点 没有多少转头 一个水平上 就是跟东南亚比起来 那个就是他 你他就是中国变成另外一个 中等发达地区的状况 那你就不便宜了 那你这是经济学的解释 就是说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和土地成本的上升 这部分我觉得不大会 因为贸易战的有变化 对还是这样 他如果说是成本考虑 那他不会有太大变化 那更多的是 正会行为的调整 如果说他撤出 是因为政商环境恶化 那这个可能会 他的心意有可能会回转 这是最难办的一个事 就是你现在就讲 就是说 这个机制是谁来保障的 这个 你看看 这个陈天英的文章里提到 贸易战 结果能够使中国政府扶作 这个我就是他谈到 这个中国政府的扶作非为啊 构成中国企业发展的 最大的障碍 对啊 他这个观察很厉害 是吧 这个我总结 民企老板面临的外部困难 普遍来说 20%来自于重税 20%来自于干预 用工自由的劳动法规 和社会保障 还有60%来自于官员 以检查整栋罚款 折令整改 还评标准过高 抢制现场 折令停业 拆建 赶人 限制经营范围 限制外人口 资云入学 购房等各种限制 这种带来的中国企业的麻烦 让企业动辄得咎 所以说这个核心的问题 如果是外部环境的 除了土地和这个劳动力成本的这个上升以外呢 那么外部环境的核心的因素啊 我觉得实际上税跟政府也有关系 20%是来自于政府的麻烦的话 那么20%这个税也是跟政府有关系 也是胡来啊 那他税是乱来的 那么叠加60% 80%的因素 是跟政府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贸易战这种压力 会不会对政府的行为产生一种矫正的一种 产生矫正他的一种力量 如果这个矫正不了的话 这个这个效 贸易战的效果也不也并不明显 嗯 这块我我我不知道这个陈天庸 他这个观感 他是对的是哪个区域 嗯 是中西部呢 还是东部 他在上海啊 对他在上海 嗯 这块你能看出来 就是说 还是我说的那个 就是张武昌批评那个 卫富先交 嗯 官员觉得 你们这些人 根本不重要了 就是你们作为梯子 可能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 前段什么 还流行一篇文章吧 嗯 就是说 资本主义 已经完成了自己历史使命 可以开始实现共产主义去了 嗯 像刘江东讲 大书记帮助实现共产主义 嗯 对不对 马云也讲这个 这个观念 是不是 啊 那 那实际上呢 就是这种 风声鹤唳的东西 对民企 那种恐吓作用 也是非常可怕的 非常可怕的 嗯 呃 现实中间的 呃 可能跟这 跟这几年的这种 这个话怎么讲呢 就是 跟跟这个换界是不是也有一定关系 就是你原来的那个政商关系是那一批人 嗯 维持的很好的 现在就是 宝狼走了 饿狼来了 饿狼那个 可能是吃相太难看了 饿狼呢 还会 就是养一养 肥了再杀 饿狼 那猪仔都要吃 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就是 一个 没有长期预期 就是官员们 这个叫叫什么 人人自危 或者叫什么来着 叫 呃 官不聊生 官不聊生 在这 在这个情况下 何泽尔鱼的一个现象 官不聊生的一个结果啊 就他不会在 不会在意你企业好不好了 反正我也拿不到 嗯 他这个说的更惨的啊 嗯 他是 官不聊生 你说是官不聊 他说是企业家呀 嗯 请那个 不聊生啊 嗯 他这么说啊 这几年 藏有企业组被纪委监委 带着十年几个月 企业善下与家属 继无从插问下落 被中国纪检检察部门 协助调查 羁押受所受的非人折磨 远胜于监狱 这成为许多中国企业家 难以摆脱的梦魇 这里头出来一个什么 就是说纪委 嗯 对啊 在过去是 发展经济的时候 他是个清水洋 陈有希律 是多年前写的 中国企业家 都在通完监狱的路上 一文 道出了中国企业 经营者的心酸 至今仍不断被转发 啊 这个东西就道出了一个新的因素 就是这个制度成本的另外一个面 就是除了政府以外 党的这个 这些部门 在这里头对企业家的这种 人生的这种迫害 啊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在在中国呢 基本上党政不用严格分开看 啊 就是 可能在前些年 这个党的口的 就是清水衙门 现在呢 突然通过反腐 哎 通过介入这种 争伤关系的这种 甄别调查 可能纪委这个 系统 比较那个 穷凶极恶吧 哈哈 穷凶极恶 穷凶极恶 你这是新情况 这是新情况 因为 这这帮人 他 对企业家之间 他没有任何私交吧 跟前面那些 因为中国的这个事 你要你既然要防腐吗 那就你要抓官员 官员后面往往都有这个白手套 对 所以说这是这是立一体化的 所以你要 只要你 镇压官员 那么企业家必定被镇压 对啊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是一种天然的关系 他甚至就是说是 我给你戴个白手套的帽子 也有可能 那么现在这个可能了 习近平说 大规模的防腐已经结束了 但是偶而不排除 就是说对 高级黑的这个 两面派一帽家的这个出手 还会有企业家倒霉 这是这个 这是一个因素 这个能不能解决 另外一个 这个